大家好 现在来介绍十天干的作用 十天干的作用 作用 作用 作用呢 其实在我们看八字的时候是很重要的 尤其是它如果是那个日主的话 就要看 如果说作用用的好的话 它基本上它就会是一个好的一个运势的现象 应该这么说 我们来解释一下 甲乙因为是属木 丙丁属火 物己属土 根心是金 人魁是水 好 那我们来复习一下 甲是树 它是羊的 羊木 羊木 所以它规模比较大 它是大树 乙木呢 就是小的 比较攀藤 爬藤类的 格局比较小的木 那丙火呢 它是阳火 冰火 是太阳 太阳 这是树 然后雾 丁就是一个热度 它是一个温度的概念 它比较是无形的 是温度 然后雾呢 是山 然后己 就是像那个平原啊 草原这样子 规模比较小的 羹 是气流 而且羹 是规模比较大的气流 是风啦 比较大的风 心呢 就是比较小的风 对 刃呢 是羊水 是大 大水 葵呢 比较小 小规模的水 好 那作用呢 所谓的作用 就是要怎么样发挥 这个石天干啊 要怎么样用 让它好像比较有功能 它就是有作用 有作用 通常就是属于好运 好 那木的作用 基本上它很简单 它只要让自己长得好 就是 就是 只要让自己长得好 就是有作用 长得好 木要长得好 就是 木有作用 那怎么样让木长得好 基本上有一个基本的原则 就是春夏 它要走到春夏孕 就是有水有火 春夏呢 基本上只要走 大部分的人的木日主 只要逢运到春夏孕呢 我们我们有一个基本分就够了 它就是一个属于好运 还不错 运势的一个状态 就是春夏 对 因为它的作用是要长得好 丙钉呢 火 火的作用是什么 嗯 我们我们通常 它 因为火很重要是火会生土 所以火呢 是土的生命力 火是土的生命力 对 火是土的生命力 所以 火的作用 有一个就是可以 呃 要让土 变旺 火旺 土才会旺 火生土 火生土 火是土的生命力 所以要怎么样的火才可以生土 火要旺 火要旺 但是火要旺 可 也要看有大概是怎么样的旺 好 火的作用就是一个是火生土 另外一个作用就是要浴木 对 好 要让这个木 也长得好 然后又可以火生土 所以基本上有个条件就是火 要有一定的一个旺度 就是火 不可以太弱 它才有办法有作用 太弱的火基本上是没有什么作用 它其实只是好看 对 所以它的它的力道要够 其实会是在地支 是夏天的意思啦 所以我们说 也是大概是春夏 对 但是夏 春是还不错 但是夏有个问题 就是太热的时候 非常有可能会缺水 这个没关系 但是大方向来说 还是春夏 土呢 土要有作用 土的作用是 浴木 还是浴木 跟蓄水 土要浴木 又要蓄水 这是它的作用 那它基本上有两个作用 可是它不见得 两个都要做 因为两个都要做 它会冲土 就是说 如果今天 这个土 是用来浴木的 它同时要蓄水 它其实条件就不是那么够 因为蓄水的土 是要非常旺的土 蓄水只要很 要土很旺 对 不然非常有可能 反而被水 被水冲垮 像我们看那个什么 水库啊水坝 那个土啊 都要非常坚固 这个土要非常的旺 旺度够 才有办法蓄水 那浴木 它的条件不同 是有木才浴木 在命盘里面有出现甲乙 当这个物日主的命盘 或是己日主的命盘 有出现甲乙的时候 它就一定是浴木了 对 它的选择就是这样子 然后当这个命 这个土日主的命盘 它没有出现木的时候 它就会变成蓄水功能 如果它要去水的话 它的土的旺度就是要够 那当然也是基本上要春夏 我们写夏好了 也是夏 然后有 要浴木的话 有木 浴木的话 当然也是春夏 好 也是春夏 然后呢 更新的作用 这个金比较特别 因为金它喜欢的一个状态是稳定 可是偏偏 金的属性 它就是一个不稳定的状态 可是它又喜欢稳定 那问题是 如果今天走进夏天 这个金就会不稳定 因为太热了 所以就会变成火克金的状态 金的这个气流 就会变得非常不稳定 对 就是一下太冷 或一下太热 对这个金的变化就会变大 它就是不稳定 那要稳定呢 唯一的条件 就会在春天 春天的气候是比较刚刚好的 它会让金维持在比较稳定的状态 这样的条件其实也不多 因为只有一个季节嘛 夏秋冬 它就会让金都不稳定 所以这个金要有作用 要用的好 其实就很困难 因为它很容易不稳定 就会金刻木 对 那金有一个作用很重要 就是生水 金生水很重要 这件事情是金需要做的作用 对 那生水基本上金生水是有条件的 不是所有的金都会生水 在命盘里面 要有水才会生水 对 因为太 土太旺或太反感 太干燥 的土的话 它没有办法生水 对 土没有办法生金 然后金 要生水就很困难 所以在命盘里面 要有水 有条件 有水才会有办法生水 好 它水的作用其实也是差不多 很容易它就是浴木 对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要克水 要克火 水克火嘛 浴木跟克火 怎么样呢 就是说 浴木当然是 在对水来说 最有作用的状态 还是存下 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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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夏天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夏天太热了 这个水呀 就没有办法水克火 就反而变成被火克 火克水 因为夏天 夏天有个问题 就是土 火土旺 火土旺反而就克水 这个对水 这个对水来说是压力很大的 因为官杀太多 对 所以基本上 呃 要走到有作用的水啊 还是要走到春夏 因为它要浴木嘛 对不对 然后要克火的话 呃 呃 这件事情不是 是一定要非得 非得有的 就是一定要有这件事情 但是在 呃 命盘里面啊 如果是火太多的话 的确是需要一点水来 让它有 有 控制一下 所以我们要讨论所有的作用 作用用的好的话 基本上是要让这个命盘 还是回归到调和这件事情 调和调和是看命盘最重要的事情 当一个命盘它不调和过太多或太少 故意不及的的时候 其实都是不好的 这个作用就 作用都作用的不好 当一个命盘有办法 让它呃 呃 让它处在呃 在一个调和的状态 它的作用就是可以 就是真的是发挥的好 那有作用 用的好的话 就是所谓的好运势 那所以我们现在有个结论出来的就是 甲乙丙丁物极 更新人愧 基本上 大部分的呃 呃 天干他们喜欢的都是春夏啦 但是春天是绝对好 对 春春 春夏 春春 好 对 那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春天的呃 所有的条件会最好 不管是木耳土金水 它最调和 对 那如果是夏天或是冬天啊 它有可能就是比较偏 比较偏 就要调和回来会比较困难一点 所以为什么 哦 木活土金水 它要平衡 它基本上就不要太太太困难 就是太多或太少 是比较困难调和的 对 那通常我们看 呃 会走到好运的通常 春夏 绝对好运的是甲乙 霧景 还有人愧 对 丙丁跟更新比较特别 因为丙丁它的特质是太热呢 它其实是太过 然后太冷其实是太弱 但是丙丁有个特质是它弱没有关系 所以它其实可以接受秋冬的 丙丁是可以接受秋冬 然后更新比较特别 因为它喜欢稳定 所以它的条件很窄 就是它的条件就变得很窄 它就 它就只喜欢在春天 它要稳定 所以其它季节就让它不稳定 如果今天是一个更新日主的人 其实 你说 运势里面的起落要比较少 或是长期要稳定 其实就比较困难 因为它的特质是让它会一直常常的不稳定 譬如说 两三年三五年 就会有一个大变动 因为这个更新的特质就是一个很不稳定的状态 好 就是这样 谢谢